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狗语言 今天是第26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视频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坐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传入回调函数 什么意思 其实咱们在写弄的JS代码的时候 JS代码 您会经常的用到回调函数 对吧 比如说咱们执行一个一步处理 比如说执行一个数据库的事务操作 这个事务操作什么时候执行完 咱不知道 对吧 那么怎么办 咱们就传给它一个回调函数 那么当数据库处理事务都执行完之后 它回调咱们传过去的函数 对吧 咱们主线程才知道你执行完了 对吧 然后主线程再去做一些其他的后端的处理 对吧 这个回调函数的机制非常常用 特别是在一步编程当中 今天咱们就用够语言来模拟一下回调函数的使用 好不好 那咱们马上开始 好 那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 大家请看 传入函数时 咱们传入一个回调函数 是这样 一般咱们掉个函数时 都是传一个变量 对吧 传个结构体 今天无非就是说咱们传入一个函数的指针 该怎么做 咱们马上看代码 是这样 今天的代码 我还是采用给大家手动敲的方式 我觉得这个方式还是挺不错的 这样一行一行给大家讲 如果以前只是拷贝拷贝的话 代码多的话 我给您拷贝 代码少的话 我给您手动敲 有一种实战感 是吧 好 那咱们开始 大家请看 现在咱们在go的主函数里面 对吧 那么怎么做 首先 咱们比如说 咱们定义一个什么 定义一个 更新数据库的函数 可以吧 比如说咱们定义函数 叫做update db 可以吧 在这函数里面 咱们干什么 咱们无非就是更新数据库 我给您写 比如说咱们这个叫做 数据处理中 行吗 数据处理中 可以吧 大家请看 这个函数 相当于咱们再更新数据库 对吧 如果数据库更新完成 咱们再输出 当然 这个咱们都是模拟了 对吧 比如说咱们这个花了一秒钟 对吧 数据库都处理完成 咱们这会输出一个 数据库 咱们叫做这个数据库 数据库更新 更新完成 对吧 然后呢 调用 调用 回调 函数 通知 老瞧错呢 通知主 线程 大家请看 咱们现在干了个什么事 咱们在这个函数中 咱们呢 执行了一个 模拟执行了一个 数据库的处理 对吧 处理完 这样处理 处理完之后呢 咱们会调用一个回调函数 告诉 复端 就是说 我已经执行完了 你再把他走吧 不管是成功了 还是失败了 还是说咱们更新数据库 更新了多少条 比如更新了500条 对吧 咱们会回通知主线程 那么怎么通知 这个就是用到今天咱们的回调函数 怎么写 大家请看 咱们在这个update db的参数定义的位置 咱们写上一个回调函数 callback 没问题吧 这应该是写全叫做callback 对吧 一般咱们捡写到cb就可以 对吧 然后呢 它是一个 大家请看 它是一个函数型 也就是说 咱们这个updateb这个函数 他们接收的参数呢 也是一个函数型 好不好 那么咱们当执行完之后 该怎么做 和咱们gs中一样 cb它 回调它一下就可以嘛 对不对 OK 这样大家请看 就模拟了一个 回调函数 咱们接收到一个函数 然后呢 当咱们主函数内容处理完之后 调用接口的回调函数 进行回调通知主线程 对吧 OK 那么接下来 咱们主线程怎么写啊 咱们 我 我给你写啊 比如说咱们主线程叫做 主线程 特别是您在做一些后台的 这个批准程序的时候 非常用到这个技术 主线程 开始运行 好吧 这个怎么 运行啊 运行 这个说明咱们主线程 已经正在运行 对吧 然后呢 咱们再写一个 FNT 主线程结束 是吧 相当于说 咱们这个批准程序呢 仅仅是处理了一个数据库处理 是吧 运行结束 没问题吧 这个呢 是咱们正常的主线程的逻辑 对吧 好 那么咱们在主线程当中 干什么 咱们要执行数据库的更新 怎么执行 就挑update db 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定用到咱们数据库的 这个模拟处理的函数 但是注意 这个地方 咱要给它传入一个回调函数 还好 今天呢 咱的回调函数 没有任何参数 所以说怎么传 就funk 然后 这个写跟Jazz写法 几乎是完全的一样 大请 这样写 就相当于 我在updb的这个函数调用时 给它传了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 其实是一个匿名函数 对吧 这个以前给你讲过吗 匿名函数 传过去之后 咱们updb呢 数据库就会执行 执行完之后 它会调用这个匿名函数 然后呢 咱们在匿名函数中 做后续的数据库的处理 比如说 今天咱们做简单 就是直接输出一个信息 叫做什么 叫做 收到 收到 回调 回调函数 信息 数据库 数据库 处理 正 常 哎呀 最近这个敲 怎么叫敲对呢 正常结束 好不好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我给您再加一个小小的标记 好 大家请看 如果有这个减号加尖号的位置 就说明咱们是回调函数 做的各种各样的处理 对吧 好 那咱们看一下这个模拟流程 主线程 一上来 程序运行 没问题 然后呢 调用更新数据库 进行数据库更新 同时传给它一个匿名函数 作为回调函数 对吧 然后呢 在咱们这个 实际的业务处理过程中 咱们呢 做各种各样的业务处理 这都没问题 是吧 处理完之后 调用一下参数传过来的 这个回调函数 对吧 调完之后 咱们数据库的业务处理 就算结束 那么咱们主线程 会捕捉到用户的这个回调 然后呢 打印出一条回调的信息 好不好 这个就是整个 咱们模拟回调函数的过程 好 在咱们画面的右方 我就给您模拟一下 咱们大家注意看 敲够 软 闷 就是咱们现在这个闷呢 闷够哦 大家请看 看一下这个运行的过程 主线程开始 主线程开始 这其实是咱们闷函数 对吧 然后呢 数据库处理中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这三行 这两行 是调用的 UpDB的业务函数 没问题吧 当业务函数执行 完成结束后 回调咱们的CB 回调函数 对吧 那么咱们在回调函数中输出 收到函数信息 输以后正常结束 我知道了 这人家再加上一个 我知道了是吧 说明什么 什么主线程知道了 然后等咱们知道之后 大家请看 主线程才跳出来 做最后的这个 主线程运行结束 这个 其实 是一个同步函数 一步函数的话 他说他会不等 这个主线程结束呢 会应该写在上面 但是因为咱们够远 我没有加够 我如果这 大家请看 我如果这加一个够 那么他变成一步了 对吧 我不加够 其实还是同步 他仅仅是模拟了一下 一步函数 那么这个地方 可不可以加够 当然可以加够 这一加够的话 会怎样 程序就会结束 他不等你的 数据库执行成功之后 才结束 所以说 这个不是达到 咱们的业务需求 所以说 咱们在这地方 应该等他一下 好不好 这样呢 咱们就模拟了一下 大家请好 挺好 我只是模拟了一下 咱们如何实现回调函数 当然 在您的业务过程中 这个地方 大家看这两行 这个地方 绝对是一步处理 更新数据库 或者说更新 调用后台的API的服务器 肯定是一步处理 咱们一步处理完成后 才会去调用回调函数 这个地方呢 请您注意 下次我有机会呢 再给您实际模拟一个 真的咱们更新数据库的 一步处理 好不好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所有的课程了 咱们呢 用够语言 模拟一下 GS当中的回调函数 咱们够语言呢 也是可以实现的 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然后呢 以下呢 是我今天的代码 好不好 今天代码呢 我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到我的GitHub 去下载最新的代码吧 好 那这个视频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